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养子专属仪式感,亲手包粽子送祝福,结果却出乎意料 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节日端午节 这一天大家在一起包粽子,吃粽子,赛龙舟 将自己的祝福包在每一个粽子中 就像养子一样,即使是第一次包 却仍然很用心地把自己的祝福传递给喜欢他的人 了解养子的人都知道 最近的他正在横店紧罗密鼓的拍摄电视剧《长相思》 就连端午节也不能回家和家人一起度过 甚至还要按部就班的工作 但养子并未平淡地度过 而是在自己的工作间隙,抽空亲自包粽子 为喜欢和关心他的人送上祝福 短视频中的养子身穿简单的白色T恤 浅蓝色牛仔裙,半扎马尾俏皮又可爱 他的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伴随着活泼的话语 让看到的人心情不自觉跟着愉悦起来 虽然不是第一次过端午节 但却是第一次包粽子 视频中的养子一边嘴上面倒着包粽子的步骤 一边跟大家聊天 就像多年的好友一样 相对而做 手里做着自己的事情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 幸福的氛围通过屏幕都能感受到 养子一共包了六个粽子 包成功的他充满了满满的成就感 双手举起 眼睛闪闪发亮的样子可爱极了 像一个做成功某件事的小朋友 在炫耀自己的成果 希望获得大家的夸奖 六个粽子六个形状 看着被自己包好的粽子 养子却产生了怀疑 觉得煮熟以后会变成一锅粥 结果不出所料 在经历了一个半小时的等待后 养子包的粽子真的成了一锅带粽叶的粥 虽是粥 但当揭开锅的那一瞬间 水蒸气扑面而来 隔着屏幕都能闻到粽叶飘香 相信在这一刻他是开心的 粽子能否成型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包粽子的过程 和等待粽子煮熟的心情 养子用他专属的仪式 赶陪着喜欢他的人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端午节 这就够了 祝大家端午安康 02 六月剧集梦花路幸福到家 香如粉有望爆发 曾经的六月 观众期盼已久的好剧已经排期 先是天仙姐姐刘亦菲主演的古装剧梦花路 定当6月2日开播 随后又有消息称赵丽颖主演的 幸福到家将于6月7日开播 养子主演的仙侠剧香如谢也被列入6月代播电影名单 翻看各大影视平台发布的6月片单 就知道暑期的竞争有多激烈 那么今天就一起来聊聊吧 这个6月 气温飙升 家家赶上剧 到底什么才是好剧 以梦花路 以梦想中国唱片 这是继刘亦菲饰演小龙女之后的又一部古装剧 也是时隔16年再次出演电视剧 从剧情看梦花路 讲述的是三个苦命女子在事业上互相帮助 从制作组放出的预告片来看 也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所谓的另类救赎 刘亦菲和陈晓的互动顿时引起了全场的好奇 除了公认的神颜刘亦菲和古装大神陈晓担任男女主外 还有柳妍和林允的加盟 整个团队妥妥的就是近期的古装剧 面对天花版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部剧的播出吧 二幸福万家 和其他被网友炒作不汇报的剧不同 赵丽颖的乡村生活剧幸福到万家 从项目一开始就被网友们注入了极高的期待 不是这部剧会火爆还是错过的问题 而是能否冲击2022年的节目之王 毕竟这部剧是国宝级导演郑小龙亲自出镜 用了和获奖的秋菊豆冠一样的剧本 再加上一项已绝境者称的85花赵丽颖 女主角 怎么看这部已经拍过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 暑期明星指标的幸福到百万 极有可能在微博上发布官方预告片 从官方微博发布的预告片来看 赵丽颖一改甜美可爱形象 将一个一直走在觉醒道路上的农村女人 从倔强委屈的新媳妇 变成了勤奋 乐于助人的工人 成功的农村女商人 幸福这个角色 不仅向观众展示了一个农村女人的蜕变 还以一个小故事讲述了乡村振兴发展的故事 迫不及待想看这部幸福万家 三妻子的选择 女性悬疑剧妻子的选择 正是定档6月6日 这部融合家庭 职场 婚姻 自我觉醒等诸多元素的都市剧 第一次抓住了观众的心 这不仅是孙力持隔12年的付出 也是被观众誉为叠战之王的编剧王小军 将自己的悬疑风格融入都市剧的一次挑战 她如何在一个又一个的揭开秘密的同时找到自己 不得不说 虽然也是一部夹杂着夫妻感情反思的都市剧 但一旦加上悬念 整个故事就变得微妙起来 越来越吸引观众追随主角的视角去探寻真相 4.人生如初 该平台还发布了这部民国剧人生如初的代播信息 这部人生如初见从立项开始就被网友称为收累积 毕竟王伟导演的代表作是白夜追和隐秘的伟大 还是写了人生百态金编剧讲起涛的封闭作品 再加上民国这样悲情的时代背景 想要不让观众哭泣都很难 此外人生如初的女主是香港金电影讲得主春夏 男主是实力派青年演员现男友李现 两人共同演绎了这一段庚子国变 力图挽救民族危难 志向远大的青年人命运坎坷的悲剧 这个顶级配置绝对值得一看 5.香如谢 暑期档本来就是综艺 神仙打架档期 几乎每年都会有一部神仙 聚在炎热的6月脱颖而出 不少影视博主都在预测今年的神仙爆款剧 这就是杨子与诚意合作出演了《陈香如谢》 很巧 杨子和诚意都出演过热播的仙剧 这次合作也是强强联合 此外 导演还是拍摄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和《陈世源郭虎和任海涛》 最擅长驾驭细腻曲折和《七美七美的爱情故事》 这两人在一起 那是神仙剧pop的保证 相信这部《陈香如粉》不会让观众失望的 六回廊评 炎炎夏日 又怎能少了炎炎夏日的精彩悬疑剧 这是本杰明 邓家家和张新生共同主演的推理悬疑剧《回廊阁》 也正式加盖 将于六月上线 《爱情悬疑》剧小伙伴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回廊》改编自《东野归》 无的精品小说《回廊杀人案》 以一场深夜突如其来的大火味背景 被大火改变命运的两个人该如何纠缠下去 点 导演李亚涛的毕业作品获得了金棕吕奖短片奖 再加上编剧张世东的改编 以及演技几乎从不错的《邓家家》和《张新成》 这回廊评还未开播 就已经是不少悬疑剧迷的暑期必看榜单 不知道你在荧幕前还期待哪部剧呢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